這個其實也是逆向思維的計算方法 它就說它有兩個尾巴和筋 不是這個筋 木字邊的 第一個x等於-5-2 或者x等於-7-3 我們先做左邊 2x等於-5-2x加5等於-0 這邊3x等於-7-3x加7等於-0 所以就把兩個合體2x加5乘3x加7等於-0 所以在這裏把它爆散距 就是6x2次加29x加35等於-0 這就是我們需要找回來的projective equation來的